荒郊野外两名中学生力气失踪 抓捕 击毙 还是欲擒故纵 措施良机的责难 千里追踪的证明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放学路上的黑手 湖北宣恩地处山区 是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县城 2012年11月2日是星期五 这一天 小关乡中学早早地给学生们放了假 因为住校的孩子要回家过周末 中午刚过 大家纷纷离校 然而直到天黑 学生小军都没能回到家中 从学校到家里是十多公里的山路 小军的父亲说 中午一点多的时候 他曾给孩子打过电话 当时小军说正在等车 同行的还有13岁的唐妹小秋 今年14岁的小军和唐妹小秋 同在小关中学读书 以前也常常一起回家 像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家长感到一丝不祥之兆 不回家 也没有电话 两个孩子就这样没了音讯 大人们分析也许是去了哪个同学家 于是一起出去寻找 然而找遍了同学家都没有结果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神秘失踪了 是出去玩迷路了 还是遭遇了意外 家长们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 晚上七点 小军的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 果然 两个孩子出事了 电话是一男子打来的 声音很陌生 但语气很凶 孩子被人绑了 绑匪让小军家准备三万元赎金 没说什么时候再联系就挂了电话 小军父亲说 当时他的脑子全乱了 自己收入不多 生活平淡 除了看电视剧 从来没想到绑架这个词 会跟自己扯上关系 慌乱之下 小军父亲和小秋父亲都没有了主意 只好找亲戚帮忙 在大家的建议下 最后还是决定报警 我们感觉到非常突然 这种案件在宣恩的离市场 好像没有发生 宣恩县是边缘山区 经济相对落后 此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绑架案件 而这次被绑架的受害人 也让民警觉得很反常 小军的家在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深山里 家里种了几亩烟叶 养着几头猪 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三万元 除去日常开支 没有多少积蓄 同时失踪的小秋家的经济情况 也不比小军家强多少 嫌疑人选择这两个孩子作为绑架对象 真的只是要勒索钱财吗 通过对本人以及邻居的调查 民警了解到两个失踪孩子的父母 都是本分的农民 从未与人结怨 暂时排除了因报复引发绑架案的可能性 当时邻居江华 你看到是带着普通话 是这样的方言呢 是带着普通话 带着普通话 现在带着普通话 听不听说大概是哪些地方的 或者我估计你有的看 口音有的有的 咱那个死全来我们的口音 普通话我估计反正也是中年人反正 湖北宣安与重庆交界 口音偏向于重庆 当地人称之大四川口音 绑匪在通话中也流露出这样的口音 但并不能由此就确定绑匪是本地人 因为重庆 四川 贵州的方言发音有些相似 调查表明嫌疑人使用的电话卡 是一个月前在一个急证的手机店卖出的 办案人员调取了电话卡的通话记录 发现嫌疑人是在2012年9月30日买的卡 这之后的一个多月用这张卡仅仅拨打过一个电话 就是打给小军父亲的勒索电话 这让行政大队长徐远安意识到 这一次遇到的对手不一般 从电话卡的使用足以看出绑匪的老辣 办案人员担心绑匪再次打电话来 小军父亲应对不力 从而让绑匪察觉到他们已经报警 危及到两个孩子的生命 首先是派一个工作组 到受害人家中来稳定他们的情绪 要求他们配合我们 这个与搬家来所的患者陷阱 进行周旋 对于被绑架孩子的父母来说 这是一个胆战心惊的夜晚 孩子失踪是在周五的下午 但是绑匪打电话的时候说下周一交易 蛮大反算 留给警方的时间也不到三天 时间紧迫 所谓警方当务之急 是要了解孩子失踪以前的行踪 从而找到破案的线索 小军读初中二年级 学习成绩中等有些调皮 平时也爱帮大人干活 除了日常农活 赶着骡子帮父亲运东西 是小军干的最多的事情 当时着急嘛 那个心里就要眼睫水 保不住眼睫水了 都要哭了 你认为一直在患上 骡子随身 你学他都成不患 那个都请 都是平民疼的 家人就是平民疼的 小秋与小军家紧挨着 女孩子懂事早 13岁就知道给全家人做饭 现在孩子被绑架 生死未卜 做父母的心情难以形容 孩子的父母把所有的指望都放在了警方身上 对于犯案人员 对于犯案人员来讲 眼下最紧要的是 调查被绑当天两个孩子的行动轨迹 通过老师提供 这个受害学生呢 他们一起会导动的 给他们这个村的 还有其他的学生一起 然后我们就通过教育 集中这个试分监控 在主要路口进行查阅 结果我们破除掉一个重要线索 小军和唐妹小秋每次回家 都要先步行到小关客运站 乘车到家乡的山脚下 然后再步行40分钟山路回家 在客运站对面 刚好有一个摄像头 记录了小军他们当天的影像 那个小军 或者小奶奶 就是应该是 那个光家连连钢 另外一个应该是他们通修 是不是 就是连钢工 也就是在等公交车时 小军接到了父亲的一个电话 电话里 小军告诉父亲还在等车 父亲嘱咐小军早点回来 帮家里干活 一天多顶点打电话 我问我叫你们黄晓 他们黄晓打车 我的铁站还没打到铁 好 打到在这两天多时 快到三天多 两天多的时候打电话 手机给我关机 然后叫我儿子 手机给我关机 他就每天连钢了 监控录像显示 中午13点20分 小军兄妹和一个同学 一起上了公交车 切子出来的 三个二 上切子 是昨天开了全力的切子 与小军兄妹俩同行的学生 叫陈峰 他是在小军兄妹被绑前的 最后一个见证人 陈峰说下了公交车后 他与小军兄妹一同走到高速公路 寒洞口就分开了 那时是下午14点左右 通过我们了解 当时三个小孩走到这个位置以后 其中一个小孩就从这里 然后爬上去了回家 另外就是被绑架两个小孩 就从这个寒洞过去 他们的分手地就在这个位置 从寒洞到小军小丘的家 都是只能步行的山路 山高路陡十分难走 不常爬山的人走起来十分吃力 小军兄妹俩回家的路上行人非常少 途中有几个人家 民警对住户进行了调查 老人说案发当天下午 他一直在路边干活 如果小军兄妹经过一定会记得 小军兄妹俩失踪的路段 车辆无法开进来 而附近的路口民警做过调查 当天也没有发现可疑车辆 平常除了附近的村民 这条路很少有人来 而最近两个月有些特殊 这里的高速路正在施工 有不少工人是外地人 我们来嘛 估计嘛 我怕是回家屏修高速路的人嘛 怕是他们的人 怕那样修路的人是绑下去嘛 但是今天我还是怀疑 今天人还是不会的做这个事 于是我们将工作的重点 放得了 延前高速工的施工工程上的这些 外地工人的这块山 最近看到两个小孩 从这儿过了没有 一个这么高 一个这么高 往这儿过 没干净 最近你们厂里有没有人员 一开这里了 没在这里工作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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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那个 也就是因为缺钱 那几天不再见 想我一会儿带台 坐包我们去 门堵 南方便味儿 民警队施工的一百多人进行走访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此时已经是案发第二天上午九点 距离孩子被绑已经过去了13个小时 11月的轩恩阴雨连绵 晚上寒气逼人 两个孩子会在哪里过夜呢 大队长徐远安也同样在考虑两个孩子的吃饭 与睡觉问题 除了为孩子担心 更多的是从破案的角度在思考 同时强行家族 两名初中学生 那两名受害人 那么他们一行至少有四个人 那一行四人 他们最基本的始终 怎么解决 徐远安分析 山路难行 嫌疑人带着两个孩子 没法走得太远 如果是本地人作案 应该就是附近村里的人 如果是外来人口作案 绑架两个孩子 也不可能去住旅店 这一带地方 有很多山都 山也很大 而且农村里面很多陷的空房子 他们似乎会住在这些地方 于是呢 我们就以 我们的安法第一县县厂为中心 向外腹水五公里 为工作换卫 向受害人或嫌疑人 可能产生的煽动 和飞行病患 张开抵挡式搜索 电话再次响起 你这小铁什么关系问我 我这都成功要全然不行 交易地点一变再变 嫌疑人近在眼前 却鞭肠抹挤 放学路上的黑手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两个孩子失踪的位置 是在山脚下 民警呢 就以这里为中心 向外搜索 然而山高林密 搜索进展非常缓慢 这边 警方的搜索在继续 另一边呢 失踪孩子的父母 在焦急等待绑匪的电话 终于在孩子失踪的第二天下午四点 绑匪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在通话的时候 我们让那个说人 一边通话就把那个 运营就弄不下来了 这次通话 只有一分二十分秒 反复听 不能听 中央电视台 绑匪提出提前一天交易 这让所有人感到意外 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为什么要提前一天 他肯定会担心 那个小儿的父亲 可能会报警 或者说 他们一行其人的 最基本的气质 很难解决 此前民警已经与小军父亲 进行过多次演练 因此接电话时 小军父亲尽量迎合绑匪 并要求与儿子小军通 通话 那个小男孩太精灵了 在通话过程中 他向我们丢了的 说那两个绑匪 抢过银行 以前还杀过人 有抢 还说他们住在山洞里面 听起来是说 他在跟他父亲手术 很难 实实上我们听懂的 他向我们说 他住在山洞里面 警方还希望能从小军的话语中 多得到些信息 但是绑匪马上终止了 小军的通话 绑匪只说交赎金提前一天 但没有提到具体交易时间和地点 让民警根本无法提前在交易地点布置警力 这样的通话 再一次显示出绑匪的狡猾老链 此时距离第二天天亮 仅有15个小时 在这15个小时内 能否找到绑匪藏身的山洞 对于解救被绑架的小军兄妹至关重要 被绑架的现成为主席 这些山洞就进行排成 用来的山打动体的毒 宣安县的山区属于喀斯特地貌 溶洞遍布 据当地百姓讲 被绑架路段方圆五公里 就有几十个山洞 民警们连夜排查 同时有民警提出 绑匪住在山洞里 一定会就近解决饮食的问题 这也许是案件的突破口 被公务眼前 包括就是国国城 你的主要地是 是小白骨 也就是进行了调查州方 终于 孩子被绑架的第二天傍晚 民警在一家小超市内 排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一个月前 一颗一男子曾经来这里 购买过大量食品 超市老板说 一期左右 四十多岁 说话吞吞吐吐吐 表情慌张 除了买饼干 还买了一箱方便面 许多矿泉水 假设可疑的 羽衣男子是嫌疑人 他应该是打电话绑匪的同伙 因为打电话的绑匪口音 与本地人接近 而与一男子口音 与长相 都像广东那边的人 民警沿着可疑男子 进山的路 继续向下白查 又有了新发现 有个老百姓 就给我们欢迎 四月份左右 就是说 他屋里先后 吊了三只羊子 他是那么不在 这些什么情况 这样子 十点钟赶出去 放在坡上去 我就回来 一哈到的下午 第三点钟 我又跑去看 就不在了 不在了 我就认为 他是吊到坑里去的 或是这样 我都没去找他的 十步 他就吊了两个 两个不在的 那个是抢的头齿子 都楼的 抢的头的 丢羊的老人说 自己住在半山腰 单家独户 周围往来的人很少 羊放在坡上 半个月也不管他 十多年来 从来没丢过羊 没想到近期 接连丢了两次 三只羊价值 一千多元 让老人心疼了好久 打量没定干 和投羊 就是越帮家的 结合起来 嫌疑人藏身的范围 进一步缩小 然而此时 已经是周六的晚上 山里伸手不见五指 如果贸然大规模搜山 电筒的光亮 一定会惊动嫌疑人 两个孩子的安全 会受到威胁 必须包人 人知觉的安全 只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 包括人知觉的措施 都必须包人 人知觉的安全 保证小军兄妹的安全 是第一原则 因此警方 只能采取小分队 秘密搜山的方案 但一整夜 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这一夜 对于小军和小秋的父母来说 更是一个难免之夜 小秋兄妹已经离开 亲人四十多个小时了 在密林中的山洞 面对两名持有枪支的绑匪 两个孩子 会在怎样的恐慌中 挨过又一个夜晚 父母不敢想象 只能盼着绑匪能打电话来 告诉他们孩子还活着 小军的父母和民警们又在担忧中度过了一夜 天亮了 搜山的民警没有传来好消息 早上七点 绑匪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呢 小军的父亲又录下了双方通话的内容 在通话中 为了给警方再多争取一些时间 小军的父亲对绑匪说 钱还差一万 没有凑齐 我昨天这么打电话 跟你就说 感受极了 你今天什么问题 你不是不许拖远 说话 我心里还会心里 都不许 我怕你伤害我的小孩 我怕我的钱 你透析了 如果你想拖远时间 你不想我 我就在山中间 我随时和你走 我担我来 我就实在告诉你 你就想别什么花样 我这种想作用 你的两个小孩 我就做了 我说什么花样 我的小孩 我在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刷什么花样 你说得老实话 我就抓到别人 我他不是说 你们都刚刚到你们家里 我就找个小孩 我这十万年 吃过去 我就说实在 我把老婆来的 我想我被抓的 我最想要派十多年 绑匪表现出情绪暴躁 不断威胁小军父亲 我的儿子或者子女 你就没 你也没伤害 你给你头发 我叫那张 你不对 他不应用 我自己的其他的 谢谢残酷的手段 我现在换了钱 我紧张给你小房 尽会补着包 你只要拿钱 我们 别人都会伤害他 你给汉毛 因为这保身才难选 好好好 交易不重要 十二点钟 我们搞得要的 在通话中 绑匪依然没有告知交易地点 这让民警感觉非常被动 此时距离约定的交易时间 只有五个小时 警方一边排查绑匪藏身的山洞 一边开始精心布置 交赎金时的抓捕 抗地 997231 东东 一切的一百张 一百张也是五千 那一切三百块钱 那一百的也是五十的 好嘛 等你清晨 好 一旦交易的时候 那个家伙跑出来 他将他叫赶紧给那个 带领路的钱 想办法一定把隔道 中午十二点 邦匪又打来了电话 他一给我打电话 他这钱准备好 我要弄的 我才选择这个铁钱 他讲 你个人包车也行 你个人不够包什么都可以 他你走哪里走洗手吧 这个洗手吧 你这个洗手吧 空小事业 那个门口的就在过打电话 那个空小事业 是在计划经济时代 大家都二手没想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现在 很多人都已经没有那种车夫 通话的这一名绑匪 一定就是那个附近的人 现在已经确信 有一名绑匪是本地人 但已经没有时间 做进一步排查了 这是最近破的是 如何部署交易信场 绑匪在电话中 最终强调只能有两个孩子父亲 前去交易 那么那是一个紧张的 明镜化妆器 一个小的父亲 反正先生问 那个是不是你爸爸 他一个回答不好 有不有可能交流 紧急讨论后 为确保人质安全 最终决定 有两个孩子父亲 前去交易 然而他们到达约定的 老公销社后 绑匪又打来了电话 防匪更换交易地点 让提前布置好的警力很被动 他选择的洗草坝这个地方 是山谷里一个宽阔的小草原 没有遮挡物 明镜无法跟随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们无法跟着 那个前去交易父亲的后面 大家就从油厂 从那个父亲的油厂 那个山坡上 我们从过来包厂 我们从来包厂 看不到 两个人可紧张啊 嗯 交易马上进行 这时山上的民警观察到绑匪是两个人 最近的一组民警与绑匪的直线距离有200米 警方也准备了狙击手 但最终没有开枪 最大的理由呢就是 如果这种线权机器啊 将对这两个围城的人 造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 做你与他们经历的这个顺利成长 两个人 我再跑 背去收包 再跑再跑背去走 我认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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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他搞得他 这边人家是跑到我 这样吧 防匪手中有枪 民警在确定人质进入安全范围后 才冲下山去追捕防匪 宣恩警方组织所有警力进山围追绑匪 无奈山中林树太密 距离两米就看不清对面是否有人 绑匪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很快 这个案子就成了宣恩县城的焦点话题 还有大新闻 那那那那都不可思议 你以为你人也去了嘛 那个那个现金被帮回拿走了 这是干什么的 警察 怎么样怎么样 办事不是他们比你了 他别个家是别个人的 我心里不是他们的小孩 别人为我们的子女人是从我们大的心 宣恩县公安局在此前 已经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充分的估计 包括局长张有刚在内的每一个办案人员都清楚 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们很有可能会承受群众的质疑 悬崖神动神秘藏身之地 忐忑不安的经历 生死五十小时 就把我左出来就把刀子和枪拿出来 你们不要吵这吵的话 我就想把神秘藏在两个山沟围里面 模拟画像锁定绑匪真面目 眼睛 美貌 鼻子 锥息 包括真的眠息 放学路上的黑手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经历了五十个小时的惊心动魄 现在两个孩子平安归来 但是绑匪跑了 还带走了三万元的赎金 你说民警能不郁闷吗 当地群众能不质疑吗 现在两个孩子回来了 那么当初孩子是如何被绑的 能否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绑匪的信息呢 刚刚经历了绑架案 小军和小秋还没有从恐惧中完全恢复过来 对于他们 回忆被绑过程是痛苦的 当时你们被怀人抓住的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到回家的时候 就走在小路上 那两个怀人就站在那 路边上的 他说他们刀子和枪都还没拿出来 就把我们抓住了 就再把刀子和枪拿出来 然后他就说 你们不要吵这吵的话 我就一向打死你们 吵一个那个山沟沟里面 感觉里面就折不得跟前面是好怕 小秋说当晚绑匪逼着他们一直走山路 走了大约四个小时 到达了山洞 民警让小军带着他们去山洞 就从这个地方 绑匪藏身的山洞叫白牙洞 在陡峭悬崖的中间位置 山路直上直下 除了采药和狩猎的人 几乎没有人会到那里 他们穿了一件衣服 穿了好久 这个我们被绑架拿到外面穿起的 买面的那个人应该穿的 穿的就是穿这件衣服那个人露颜色的 民警以羽衣为绣员来让警犬捉一宗嫌疑人 金群往苏松中钻 我们民警也跟着往苏松中钻 大约就是说在那个山里面钻了十十多分钟 因为当时已经下起了雨 就是现象的味道慢慢的就是分散了 使我们那个人用金群技术进行跟踪这个办法 乌克兰火力就是能够终断的 这样的那个人用金群梭 这一个人用金羊的你怎么样 equals 这个工具 othe small工具 我是真的是 就是 我用没有工具 我們運用这个工具 我们的工具 山洞内怪石临巡 身在其中感觉十分恐惧 可以想象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在里面如何度过了五十个小时 咱们起点冰箱花花 起了一个三文字 民警还在山洞内找到方便面包装 矿泉水等物品 与此前可依然在小卖部购买的物品一致 洞口有一堆灰烬 民警在其中找到了重要物证 红金龙 红金龙 你好钱吗 两块钱左右吧 两块 我们吃的烟还比较便宜一些 奇美烟头都是比较新鲜的 我们就把它提起了 提起了以后 联益就送到恩师 主管去进行DNA检定 DNA检定结果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迫在眉睫的时尽快确定两名绑匪的身份 我们根据两个受害人的描述 我们亲自来画像专家 对这两个犯罪行人来进行了这个画像 杜瑞 湖北民族学院的美术老师 曾成功为恩师周内多起案件的嫌疑人做模拟画像 我让你看想不想就那个光头那个嘴巴 你看 想不想他 想不想 他想阿爸 他是神经病人 哦 神经病人 没得这么放 哦 好好好 我来马上我来改 经过三个小时不断修改 画像终于完成 两个孩子都说与犯罪嫌疑人十分相似 两名嫌疑人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 身高均不到一米七 其中秃顶的人持本地口音 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而高拳骨肤色黑的人是广东口音 这叫直逐大一份宣伤公告 光环地在郊远 在小关 各个楼口 张体 村民给我们讲了以后 这个茉莉花香上面 其中有个土花 比较少的那个 也就是土丁的那个人 有点像 他们就是说四家沟村的 有一个叫马县军的一个人 马县军 郊远真四家沟村 你把照片掉下来 嗯 资料显示 马县军四十岁 就是宣恩本地人 2009年曾经因盗窃罪被判刑 2010年刑满释放 他那个照片是89年 89年办第一代身份证的时候 有个黑白照片 他现在你看 十多岁土花 拖得差不多的 看 他的眼睛 眉毛 鼻子 嘴型 包括整个脸型 娱乐部的发现 是相当文化的 于是我们就把照片 那个夫妻照片 就带到小关中学 小关中学 让那两个被绑架的小伙 来变人 那两个小伙 就看到以后 他就说 这个人 觉得百分之百 就是他 就是其中一国 就是绑架我们 拿枪 和我们的那个坏人 为了查清 马县军的去向 民情迅速赶往他的家 见到的只是 马县军的母亲 他那有好多年没回来 有好多年 因为十多年没回来 十多年 嗯 跟那打电话不打电话 没打电话 都没几钱 没几钱嘛 哦 嗯 他去门的时候 打电话咋 出门的时候 十 二十几 十几 十六七十 十六七十 出门的 嗯 总得回还是回来过 他原来 他说 他老娘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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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出去 那出去就没出过 母亲说 马县军一直单身 多年前离开家 去南方打工 一直没有音信 期间 父亲去世 都没有回来过 你没关斗啊 我们多年 来城堂 我们那么关斗 那个家闭 我打个比方 从里面也是盼 人家 那个长大大 北京就那么关得到 还关不得到 提起马县军 八十岁的母亲 默默流泪 民警们也很疑惑 如果是马县军 从南方回来作案 在山洞内待了一个月 总应该抽空 看看老母亲呢 一切疑问 只有破案后 才能明了 此时 DNA实验室 也传来消息 他们把他 这个 沿途上 或那个 黄泉水平上 引入了DNA 把他走出来了以后 在全国DNA 手机库里头 在捧撞 找到了 其中一名 患者协议人 就叫马县军 现在已经能够确定 马县军是 嫌疑人之一 那么他为什么 要绑架这两个 家里经济条件 不好的孩子呢 他的同伙又是谁呢 警方迅速扩大了 悬赏征纪线索的范围 终于 在2012年的 11月16日 也就是案发的 半个月之后 有人在湖南 发现了 马县军的踪迹 警方迅速赶往 距离宣恩 一百多公里的 龙山县 几乎没有费力 就在一个小旅馆 将马县军 与另外一名 嫌疑人抓获 在嫌疑人随身背包里 起货两万多元 这就是马县军的同伙 陈碧君 39岁 广西人 过来的时候 他叫做去偷东西了 就是走来走去 找不到东西了 陈碧君说 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扔下他离开了家 长大后 他就在社会上混 曾因盗窃入狱 也是在狱中 和马县军结识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是狱友 后来又一起 在广东打工 2012年9月底 两人一起来到宣恩 计划在春节前发点意外之财 他说就去绑架小孩 这人说 我说这个是怎么搞的 你绑得你拿不到钱 他说可以拿得到 像那个小孩 家长的朋友 问他要一点钱 问他什么问题要 又不是问他要很多钱 问他要一点钱就救了 马县军考虑在县城里住宿 登记严格 容易暴露身份 因此选择住在山洞里 为了减少外出 两人买了大量食品储存 还偷了村民的羊池 一有空 就在附近的小学 寻找作案目标 经过长时间的裁点 决定向小军雄美下手 那时候他只是在 也许是这样子 安全一点 他有人说 又没有办法 没有这么快 抓到人 这样子 在城里 作案容易被抓到 小孩说你手上有枪 枪是个锁链的 然后就枪了什么位置 枪之后就扔了 我们准备过广的 就从那个盖上拿到钱以后 就从那个盖上 还那个刀就扔了 枪之问题不是小事 嫌疑人交代的是否属实 民警也在积极查证 此外耐人寻味的是 嫌疑人马信军 千里迢迢回到家乡作案 在山洞里住了一个多月 竟然没想回家 看看自己的老母亲 你跟你母亲 多长时间没见过面了 有 六七年 不六年吧 那你这次回来 为什么不选择 去看看他呢 我也是想 回去看一下 然后 在钱丢了没钱 就觉得不好意思 回去 就没有回去 那你在一位亲面前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 当我亲 还能在乎一个儿子 有没有钱吗 他不在乎我 自己在乎人家 怎么说 马信军说 自己总想有了钱 再回家 但他八十岁的母亲 不知能否等到这一天 目前马信军与陈碧军 以为当地检察院 以涉嫌绑架罪批捕 案发一个月后 经过学校的心理辅导 小军和小秋 又回归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尤其是小军 父母说经历这一回 以前总是调皮的他 变得沉默了很多 为了绑架成功 本案中的两个嫌疑人 可以说是处心积虑 精心准备 可最终还是难逃罚网 同时呢 今天这个案件 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过去像这种绑架勒索案 大多发生在城市 可是现在呢 也有向边远地区 转移的迹象 这也是需要我们的公安机关 和广大群众 特别要注意的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这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与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我们再见